在阿富汗巴米扬省,一名资深女记者兼新闻主播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 那这名女记者表示,塔利班的到来不仅让阿富汗回到了20年前,也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我们来看特派记者从巴米扬现场发挥的报道 就在记者深入阿富汗巴米扬省探访期间,我们采访到了巴米扬当地一名前资深女记者 这名女记者名叫阿米尼,今年29岁,曾在巴米扬省电视台工作 平时除了承担大量的时政新闻采访工作外,同时也负责电视台时政新闻节目的主持工作 期间还兼任巴米扬省记者公会助理 当记者来到她位于巴米扬市的家里时,发现她家住在一个和另一家租客共同平摊的一个小院里 她向记者讲述了塔利班到来之前工作的种种经历 并用一种自信的语气告诉记者,她曾经可是当地一名非常活跃的女性 但是我们 grew up motos motif和世界会上做的环 них А她会对一种 rij咖 observations祂对那场里边经历做一个家庭 上 хотяOrlara之前演出的关系我们有余向被社会 而余向于她们的核心地理谈防学 inf • 每个的种毒已經 existed 以前已成为我们两个两个人以年 阿米尼还向记者讲述道 就在塔利班到来之前 他可以自由参加当地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可以自由外出采访 拍摄 还可以上镜和做新闻主持 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所以他说他现在活得很累 每天六神无主 感觉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希望 也没有了盼头 我每天都会在不同媒体的设疫情 我会把每个学生都会在各式各地的体制 我会早上认为了一幅公司的友商人 而我会在不同媒体的经历 我会的设计问 就是一个幻生书 我会和他们的文化 我可以表现啊 我会设计了产音乐 我会设计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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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末越小时候 我会设计时 我们批划计时 作为巴米扬省记者公会助理 阿米尼还进一步向记者讲述塔利班到来之前 女性在巴米扬省乃至阿富汗的工作环境 她表示在过去几年里 有很多当地女性投身到记者或媒体行业工作 即便薪资不高 但官方的每一场新闻发布会 都可以看到很多女性记者忙碌的声音 而现在这些女记者因为害怕而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岗位 甚至现在都不敢再主动出来找工作 凤凰卫视特派阿富汗记者张听风 巴米扬采访报道 透明到某天体 Imam 筢光打掣 隐간